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的规定 我们禁止共享单车进入园区 我跟你说 今天不是无车日吗 我跟我对象 第一次见面 我俩就约好骑共享单车上公园见面 以车为号 我不能没有他 我得骑进去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大哥 你看我进去吧 就换身衣服 我马上就出来 两分钟的事 你去上楼换衣服 我在这给你看车 你帮我看着 大哥 你给我看好了 我这辆共享单车吧 车锁坏了 千万别让别给我骑走了啊 大哥 没事 我不离开这儿 好嘞 我马上下来 大哥啊 给业主服好物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业主满意啊 这刚刚的 车锁坏了 打个电话 喂 我这有一个编号 0524的一个单车 车锁坏了 那你安排人修一下呗 行 按定位就行 没事 喝一啥应该的 东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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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6号楼的垃圾箱怎么冒烟了 过去看一看 东拐收到 东拐收到 马上来 不行啊 我打印人看车呀 这锁坏了 这 哎呀 这咋整呢 哎呀 这么点吧 临时先锁一下 啊 临时锁一下 我马上我就回来 哎呀 这 这 是不是 马上回来 换须开 谁呀 踏破铁鞋无密处 柳暗花明又一出 太好了 我时间就刚好 哎 什么情况啊 共享干车 上一思索 拍视频能赚钱 我给他拍个火山小视频 我给他个转化 哎呀 这 死 老妹啊 老妹 哎 你说现在共享经济多好啊 干啥玩都方便 老妹 我打听点事啊 就你说呢 没有素质的人 一般都长成啥样呢 喂 你往哪儿瞅呢 我瞅我车呢呗 往哪儿瞅 这是你提来的车呀 哦呗 哎呀 那你说的可太对了 这没素质的人 怎么哪儿都有呢 哎呀 我的可多了 我跟你讲 真的 哎呀 但是长的 可不是你说的呀 那长啥样啊 长这样 多帅呀 哎呀 这不我吗你 什么意思啊你啊 什么意思 共享单车 知道不 我认字 啥叫共享啊 啊 你上思索 这叫自私 我的车你给我上个索 你还说我自私你 上个索就成你的车了 那你回头要给地铁上个索 还你的地铁呢 妈呀 你太客气了 老妹 咱家可没有那么大停车场 要我说你这人吧 就是没什么素质 哎 我跟你讲哈 其实吧 我看你是没有啥道德 哎 你还说我 你就是没有道德 我告诉你 你怎么还说我 哎呀 我跟你讲一 老妹 我就 这咋在小区门口抄起来了 啥事啊 保安大哥 你来的正是时候 啊 咋的 你说就给上锁这人 你说他是不是没素质 谁没素质 说什么的没素质啊 你把车锁了 你说我没素质 我就说上锁这人 不你锁的 我锁的 行 谁锁的 谁吃方便面都没有调料包 哎呀 谁锁的 我告诉你 吃方便面都有调料包 没有面 谁锁的 谁要锁的 谁锁的 谁出门掉头发 谁锁的 谁一走路就歪脚 哎呀 谁锁的 出门就掉沟里 谁锁的 谁一辈子找不着对象 谁锁的 谁打一辈子关棍 不是 小安大哥 你们小区股定有兼顾器 对不对 对啊 要出来 今天必须把这人 查录像 哎呀 我看了是谁 我找他领导 我好几个月不给他开工资 对 给他查录像 微博 微信 破山小视频 什么意思 让所有人一起去谴责他 对 让大家一起去唾弃他 唾弃他 哎呀 你等一会儿啊 哎呀 你这样 你就如果说刚才这人他有急事 他暂时锁一下 谁没有急事 我也有急事 就是 哎呦 我大事我都忘了我跟你讲 哎呦 我得打个电话去 哎呦 我得打个电话去 喂 哎 晓柔啊 你是王大渡啊 王大渡啊 我说呀 太不好意思了 我这边吧 有点事我得耽误一会儿 我可能得往过去啊 没事没事 我这正好也有点事 那什么 咱俩晚十分钟你看怎么样 妥了 十分钟后见啊 行 好嘞 再见 哎 再见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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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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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录像 今天必须把这人揪出来 哎呀 我不给他查录像啊 这车是我锁的 拉倒吧 我有钥匙 你还整出把钥匙来 哎 我就不信这把钥匙能打开这把锁 你可真势力了 还整出一把 哎呀 你锁他了啥呀 我们这个小区现在已经有新的规定 禁止共享单车进入我们的小区 刚才这哥们来他特别着急 我就替他喀了一会儿车 刚才又接到了一个临时的任务 你看 我必须走 我实在没办法 我就把这锁门的锁暂时锁上了一下 实在是对不起 跟两位贴卖一下 那你早早不说呢 就是啊 早我都没插进去话呀 哎 你俩那说话跟高铁似的 嗖嗖嗖嗖嗖 关键刚才你俩的情绪也太糟了 我怕我插完话之后 我现在卷扑克卷坐上回家的火车了 那陪伴我这就剩下诗还有远方 哎呀 大哥你太有意思了 大哥 一场误会 是吧 不好意思啊 老妹对不起了啊 没事没事 哎 好嘞 哎 你干啥去啊 我骑走啊 我这有急事呢 哎 那你不能骑走啊 老妹我跟你讲啊 我这是真有急事呢 我也有急事啊 就我那事肯定比你急 我不信 你啥急事 相亲呢 不可能 我才是去相亲 老妹你真是相亲 这事巧了啊 放这吧 东莞东莞东莞 我多找去 我还不及了 王阿姨买了两道米 赶紧给扛一下 扛一下 收到收到马上到马上到 我真来不及我要迟到 别吵 好好说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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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妹啊 你看我相依次亲不容易 好 你谦让一下我 行吗 大哥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国际惯例女士有限呢 老妹你吧 就有点不通情哪里 就你这样的一般找去相亲可能挺困的 那你如此的不懂联想西域 那谁能愿意嫁给你呢 老妹你说话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那你说话也没啥分寸呢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你 我怎么样了 我跟你说你这样嫁不出去你信不信 你这样还找不到对象呢 你这又吵起来了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你给评评你 就这车女士优先 是不是应该我骑走 那你先骑走 大哥你过来 这车是我大老院骑的呗 你帮我看的 他骑走你不白看了吗 你说有道理是吗 有啥道理啊 我这等着相亲呢 这都耽误多长时间了 你都迟到好吗 你相亲是吗 你跟对方先打个电话 我跟他说一声 他就骑走 我跟你讲的 你让地盘骑走呗 你个大老爷们跟人记住 这事干啥呀 再过来 这事干啥呀 哎 哎你好 是王大杜吧 哎呀 李小柔啊 什么不好意思 我这碰着你男的 特难缠 就跟我斤斤计较的 哎 我这边也是 我碰到一个可不讲理的女的了 这家说话咔咔的 玻璃都能给你干碎 哎 大杜 你不能是这样的男子吧 哎 我老大杜了 我哪能是那样的 哎 小柔 你不是那说话咔咔 能把玻璃干碎那女人吧 哎呀 我都不会大声说话 我平时我说话要一大声啊 我就咳嗽 听着了 听着了 我给你说 我劝你一句 女人吧 都心软 你让着点她 这事就过去了 哎 我跟你讲小柔啊 男人嘛都耗面子 你也说两句软弱话 要不然那老爷们儿 我跟你讲 你整鸡了人行削你啊 行行行 说软话 放心啊 好嘞 我这边我也男人点 大度点 你也放心啊 好嘞 好嘞 大家一会儿见 再见 再见 哎呀 我发现个秘密啊 哎 你俩我跟你说 没女事 大哥 刚才我态度不好 对不起啊 老妹 大哥刚才也是有点不讲就是啊 大哥 你相亲着急 闭车 你先骑走 哎呀 老妹啊 你看你搞对象也是大事 你骑 你骑 老妹你骑 你骑 你骑 我骑 我下班的 再见啊 谁啊 骑了 你俩都不骑 那就我骑呗 谁说我俩不骑了呀 我俩骑不骑和你有啥关系呢 有意思 咋还冲我来了呢 大哥我不是说你啊 刚才你啊 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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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事没你说 那你要不把车锁上 哪有这么多麻烦 这你们两个人 现在这一台车 这还是不行啊 也是 你说 你这么点 你俩啊 给对方先打个电话 看看 不行咱就换个地方 你别因为这一辆车耽误事啊 对对对 打个电话 赶紧打赶紧打赶紧打 哎呀 站线呢 不同 我再打 我看 我也再打 你别打了 你能接中我 哎呀 这也电话了 喂 哎 你好 李小柔啊 是我 你是大度啊 宝大度 我给你讲小柔啊 太不好意思了 我这边把事特别麻烦 就是有这个 你是李小柔 是我 你是王大度吧 没错啊 小柔啊 你听我说啊 其实我平时我可大度了 我可爷们了 我不是斤斤斤脚的人 其实我吧 我都不会大声说话 我一大声说话吧 我就咳嗽 我听了小柔 其实我就是早点想见到你 我这就事论事啊 我不也是第一次见面 不想迟到吗 小柔 对不起啊 大度 没关系 你俩能把电话放下吗 还多贵啊 不好意思 那啥 李小柔 赶紧啊 你往是见面去走 还供啥一会儿见面呢 这不都见完面了吗 这金方邻居都看半天了 你这事整天多丢人呢 那个街坊邻居不好意思 你们见笑了啊 我这个事我今天做的挺不难忍的 挺不大度的呢 我跟你们道个歉 明年三月份上我家喝喜酒去啊 哎 你这也太调整了 这马上都快过年了 咱得街坊邻居们 咱得拜个年呢 好嘞 狗年马上到了 给大伙拜个年 祝愿大伙啊 狗年 狗年吉祥 狗年行大运 狗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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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